本土漫画大师敖又翔为了庆祝投入创作40周年 和花莲邮局合作 发行的40周年限量增长版邮哲 透过小张邮票呈现数十年来的创作历程 限量2000张 7月15号开始在花莲各邮局开卖 漫画大师敖又翔表示 1979年7月21号是他盛世成为职业漫画家的日子 对他而言深具意义 到现在将届满40年 为此特别和花莲邮局合作 发行限量增长版邮哲 浓缩了他创作历程的精华 7月21号是我创作的发表第一天 所以我们今年做了一个40年的纪念邮哲 我是从1979年7月21号开始做 应该说成为职业漫画家的第一天 所以我对于这天非常的珍视 那刚好花莲邮邮局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就用做邮哲的方式来创作了一个纪念性的邮哲 那这个邮哲的里面就是把我所有创作过的书的每个历程 每个年代 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我把它做了成小邮票的排列方式 觉得这样子的呈现不但可以做个整理 也让喜欢漫画的读者很快的就可以了解 我这个40年里面曾经画过的一些作品 花莲邮局局长张淑霞表示 限量2000份的敖又翔40周年限量珍藏版游则 7月15号将正式在花莲各个游局开卖 因为40周年我们觉得真的很难得 那再加上最近行政院也一直说要支持台湾原创产业的动漫 就是漫画界的要支持他们 所以我们这次就找敖老师跟我们一起合作 来发行这个限量版的游则 而且限量版就只有2000份 每个游则里面我们都有流水号 我们就是限量到2000号 2000到漫晚为止 而且这个它的价格 其实我们的敖老师说价格不用定的太高 我们主要是要让大家能够收藏它 能够知道说它在这40年来的经历和付出 花莲邮局站定7月21号 敖又翔创作满40周年当天 会在花莲车站设立临时邮局 而又翔将在现场为购买游则的民众来签名 花莲邮局也期盼大家一起来支持文化原创产业 介统会欢迎室报道 ビ访造的 什么意思的 然后 老师 你